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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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姑娘 您是感知發展 感知發展 與有年的學習有甚麼關係呢 我們說感知覺 其實是認知能力的一種 幼儿通常会藉着七大感官 去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 是一切认知能力的开始 这七大感官其实就包括了 我们的触感、本体感、前庭平衡觉 还有视觉、听觉、味觉和臭觉 头三种触感、本体感和前庭平衡觉 其实最主要是让小孩子 认知自己身体各部位的位置 还有如何去运用他们的肢体 还有还要掌握好他们的平衡反应 其实是一切大肌肉和小肌肉的 发展的基础 而视觉、味觉、臭觉、听觉和触感 这五种感官 其实也是同时帮我们去接受 或者去接受外界的一些资讯 就好像举个例子 比如这里有一些糖 我们会知道究竟是什么颜色 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什么形状 还有就是拿起来问一下 有没有香味 还有能不能吃得 所以感知发展 其实在幼儿的成长里面 是一个重要的阶梯 良好的感知发展 可以促进小孩子的大小肌肉的发展 刚刚也说过 亦可以提升他们探讨这个世界的动机和兴趣 所以可以提升他们学习的能力 以及可以加强他们的认知能力 那黄姑娘 如果感知发展那么重要 那么最佳的发展期 还是几岁 家长有什么要做呢 我们说最佳的感知发展期 其实就是0至6岁这个学前阶段 那其实老师和家长可以在这个阶段 多些运用我们所谓叫做多感观的学习法 去帮小朋友去学习的 那什么叫做多感观学习法呢 其实就是除了我们说 传统用的视觉听觉去学习之外 其实都可以同时间运用小朋友的肢体 和他们的美觉、臭觉、触感 这些去学习、辨别和探索这个世界 同时我也很鼓励家长 多带小朋友去接触大自然 和多做不同的体能训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可以精锐化小朋友 他们所有感观的运用和整合 也可以帮小朋友锻炼他们的身体 给你机能的控制 那黄姑娘 如果小孩的感知发展 家长又可以怎样观察到呢 通常我们说 小孩的感知发展比较弱的话 大小肌肉的能力 都会比同龄的小孩的发展是慢的 是的 家长和老师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 小孩做一些治理活动 像扣楼、穿衣、绑鞋带 或者用筷子等等 这些治理活动中 他们的动作都会比较轮迅 很多少少的 还有在平时他们玩一些追逐 奔跑 一些大肌肉的游戏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他们 可能会做一脚卡有脚 或者会自己的平衡 跌倒 甚至乎是不经意弄傷自己 但是不知道的 还有一种就是他们 他们学习新的 操作新的用具 或者玩具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会需要 给同龄的小孩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掌握 是的 还要是反复 不断地操练才会掌握到的 那我们说 以上种种 其实都是这样子 发展慢的小孩 会有的日常表现 如果家长和老师 发现这些情况的话 就千万不要忽视了 那要尽快找 儿科的职业治疗师去查信